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文涛 最近有这么一件事 在两岸的网友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我的朋友荣哥 在两岸青年说的节目中 发表了一些观点 他主要是针对台湾那边有一位小伙子 他说 荣哥针对这句话进行了一个驳斥 说实话 荣哥那期视频话说的是有点重了 比如他说那位台湾朋友家里断网 但是最近我看他又在网上发了新的视频 一个所谓的漂亮的反击 看来家里网是没有断 不好意思误会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他在YouTube上发的这个所谓反击的视频 到底说了些什么 武汉肺炎就是因为病毒发生在武汉 所以我们称它为武汉肺炎 如果接病毒在重庆 它就是重庆肺炎 如果接在北京就是北京肺炎 就是这么简单 怎么会觉得有人在歧视你们啊 怎么会觉得我们在污名化武汉 你们国家就已经是污名化的代表啦 干嘛还要骂你们啊 再骂也没感觉啦 因为已经很多人骂你们了 像日本脑炎 香港叫 德国麻症 他们前面都是用国家来命名 可是我们也不会讨厌他们国家 它就是一个名称 而且 哈喽 WHO官方命名为 武汉肺炎 叫做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可是你知道一件事情吗 台湾不在WHO里面呢 我们干嘛理他们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里他还是想和我们探讨一下 有关新冠肺炎的这个名称的问题 首先呢 荣哥在他的视频里 包括很多其他的小伙伴都已经解释过了 WHO也就是世界卫生组织 已经公布了他们官方的关于这个疾病的名称 并且呢 WHO在15年的时候就已经发表了关于疾病命名的一个指导原则 目的呢 就是为了防止歧视这个行为的发生 至于你说的这个德国麻疹 香港脚 日本脑炎 真是不好意思啊 我们大陆这边都不这么叫 我们是叫风疹 祖选 还有乙型脑炎 你不能用一件错误的事情来证明错误 对不对 就好比你看见有人抢劫了 比如说抢劫这个事是对的 所以我建议你啊 去问问那些地方的朋友们啊 用你所谓的那种叫法 他们乐不乐意 至少呢 武汉的同胞是绝不乐意把新冠肺炎叫做是武汉肺炎的 咱们退一半步来说啊 就算你觉得这么叫 真的无所谓啊 我就这样叫 我没有觉得在歧视怎样 但是如果你关注新闻的话 就应该会知道 虽然说新冠肺炎是在武汉首先出现的病例 但是它病毒真正的源头还没有被找到 你就这样叫武汉肺炎是不是有点过于草率了 最近还有报道说啊 这个病毒的真正源头啊是在美国 那你们到时候是不是又要改叫美国肺炎了 这武汉白白背这么久的大波咯 我反正是不服的 接着你又说啊 台湾没有加入这个WHO 所以根本就不用在乎他们说什么话 我从你说的话包括看到很多台湾网友的评论 我就感觉啊 你们是对这个联合国下属的世界卫生组织啊 是特别的不屑啊 这个可是台湾当局政府不是这么想的呀 麻烦你去看看新闻啊 现在是谁天天吵着嚷嚷了要加入WHO 再麻烦你查一查 加入WHO需要什么条件呢 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加入哦 所以哥们我觉得你把这事的意思理解反了啊 并不是台湾不想加入WHO 而是WHO不承认台湾是主权国家 所以不同意了解 既然这么想加入WHO 那他们说的话呢 是听还是不听啊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他说的什么啊 因为外国一点他们不会分辨长相说 哦这个人长相是台湾人 香港人 中国人 日本人 韩国人 他们不会这么明确的分辨 这是哪个国家的人 因为现在这个武汉肺炎 全球都在蔓延 现在欧洲国家欧美 只要长得像中国人的人 就会被一些外国人歧视 霸凌或是被攻击 首先原则上的问题啊 我就真的不想再重复了啊 香港澳门台湾啊 一直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啊 你说一些外国人因为这个疫情啊 而歧视中国人 我想问一下 你说这个事情要表达什么呢 一些外国人的歧视行为 不正是因为有武汉肺炎 这种错误的报道存在吗 我想你是绝对不会赞同歧视这种行为的 那么如果全世界的媒体 都不用带有污名化的武汉肺炎 来做宣传报道的话 这些歧视会不会就少一些呢 更不用说很多国家和地区啊 尤其是很多使用中文的地区 他们的媒体已经在这么做 不过一些台湾的媒体 还是一口一个的武汉肺炎 那些台湾的无脑媒体这么说也就算了 怎么你们某些台湾的朋友也这么说呢 其实这就是荣科和我包括大陆很多朋友们 之所以这么气愤的原因所在了 我拿你当兄弟你给我来这套是不是 都是黄种人 都是炎黄子孙 你以为自己就能够置身事外幸灾乐祸呀 朋友行刑罢了 在这里我只是想说呀 你们台湾一直标榜自己是民主自由人权法制 那难道你理解的民主自由人权就是无凭无据的甩锅 还有人身攻击吗 我们并不认为啊 怎样的说话方式或者腔调啊 算是高级 不管你是有台湾腔啊 还是有儿化音啊 这都无所谓 就是根据你所说的内容啊 我们进行探讨 我姑且把你算成一个网红啊 但是你这样子说话真的很会教会小朋友 你说反击也要反击的漂亮 那到底什么才算是漂亮的反击呢 是说不过就无脑泼脏水 人身攻击抖机灵 还是有理有据客观公正的理性交流呢 到底什么才算是真正的gorgeous 好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那么关于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这件事呢 屏幕前的你怎么看呢 欢迎留言讨论 咱们理性交流 不要无脑喷啊 我是文韬 咱们下期再会